好的,謝謝兩位 輪到我的部分 就講關於一些診斷的方式 其實這個疫情都我覺得 在我的診所裏面 反而令到多了一些家人 留意到自己家裡的長者 可能有一個問題 有一個認知在症 因為以前可能上班也見不到 那些工作在家 就多了一起相處 就留意了剛才教授所說的狀況 所以就會多了帶他們出來看 我想說一說 認知障礙症 其實我們做的診斷和評估 主要是想有四個方便 第一方面我們要知道背後有什麼原因 因為認知障礙症本身不是一個病 就是一套組合 就像剛才陳教授所說 在一些認知上的功能 影響到他日常生活 我們會懷疑他有認知障礙症 但是背後究竟是什麼事幹 什麼原因 我們要做進一步的調查才知道 我們也要知道他有什麼行為心理症狀 因為在治療方面 你只是解決那個認知的部分不夠 很多時候都是這些行為 心理症狀很困擾家人 搞到他們照顧的時候很大壓力 另外我們也一定想知道 究竟他現在是什麼狀態 究竟是一些很早期 還是到中期後期 因為不同的階段 我們其實要幫忙的地方 或者我們要處理的地方 也有些不同 最後其實診斷也要包括 照顧他的照顧者的狀態 因為照顧者的狀態 因為其實他一方面受著病的影響 其實也會有自己的壓力 有自己的心理上的負擔 也同時間照顧者的質素 其實也會影響了被照顧那位 認知障礙症患者的病情 所以我們的診斷是說 這四方面都要兼顧 就不是只是發覺他其實不好 有些事情做不到 那就可以跟著下來 做了診斷就完了 就不行的 我們知道其實背後 認知障礙症 想一想就好像一把傘 認知障礙症 其實傘下面有很多人 我們就是要透過一些方法 找一下下面拿著這把傘 是哪一個人 我們知道最常見的一種病 就叫做阿茲海蜜症 文件大概有六成左右 另外第二常見的就是一些血管性的 認知障礙症 等一下博文欣也會詳細和大家解釋 我們說大概兩三成左右 其他一些譬如散波性的露液事體 認知障礙症 或者壓裂孽的認知障礙症 即是連名字都比較巧合的 就佔據比較少數一些 所以主力我們很多時候診斷 都會看到頭兩類 更加多的 大家有些圖會看到 其實都幾多是兩樣東西 合起來都有的 好了 這個看一看 就可能覺得 好像跟我們今天說的話題 沒有什麼關係 這幅圖是說我們 譬如如果胃有事幹 我們可以直接做個內區鏡 甚至鏡下去 就看到胃一目了然 究竟是發炎、痠、腫瘤還是怎樣 但是腦部我們伸不到鏡 但是我們可以用另一種方式 我們結合一些我們有的診斷 令到我們好像伸了鏡 去看看究竟這位患者 究竟他背後是剛才說的什麼問題 究竟程度是怎樣 有沒有什麼其他精神狀態的問題 我們可以叫他做一個好像認知規鏡 就是我們看一看認知的功能 包括什麼呢 包括我們的病歷 我們會問病歷 我們會做一些臨床的評估 然後我們可能會做一些嚴血的測試 可能篩選一些比較少見 但是都有機會影響認知功能的問題 最後就是會有一些素描 可能是磁力共振或者電腦素描 基本上認知、評估、驗血等 都不是有什麼太大的近衣 那麼多年來 沒有太大的轉變方向 反而素描 因為科技日新寓意 其實我們就越來越多一些新的方式 令到我們診斷的準確度可以提高一些 這裏有兩幅圖 你們的左手面看到那裏 和右手面其實都是一些磁力共振的圖 這些是我們以前用的方法來看路的 譬如左手面那裏 你看到指著那個內獵葉 或者那個海馬體 其實海馬體就是我們耳朵對上獵葉的位置 那裏有一點點的地方 好像中間有一顆圓圓圓圓的地方 以前我們靠什麼方法 就像這裏那樣肉眼看 究竟它是縮了一點點 縮了多一點還是縮得很多 來判斷它會不會有阿芝海蜜視症 另外右手面那裏 你就看到素描裡面有很多白色的地方 在腦裏裡面 那些我們是說一些小血管的病變 我們叫做一些白質的病變 又是我們傳統是靠放射科的專科醫生 用他的經驗用眼判斷 這個叫做少少 這個叫做多一點 這個叫做很多 來說它有機會屬於阿芝海蜜症 還是小血管 或者血管性的影子障礙症 但現在我們就多了很多東西 其實大家看看腦 這個腦 我們可能大致上分幾個區域 你看到用不同的顏色 這些可能是一些最簡單的看法 但原來其實腦 我們劏開它裡面 是可以分很多不同的區域 就像這個圖一樣 你看到其實我們可以細分到幾十個區域 而每個區域其實有自己獨特的功能 剛才那些之前的一張圖片給大家看 就是我們怎樣用的方法呢 我們做一些簡單的切片 切開它 用一個2D 一個二圍的方式 看那個位置 究竟覺得它有沒有縮度 但你知道腦是立體的 那其實是會有那個 現在這種新的系統 就是結合兩樣東西 第一 它做一個掃描之後 它其實可以透過一個AI 透過一個人工智能 將整個腦 其實變回一個立體的腦 然後立體的腦裡面 每一個部分 就抽出來 量度每一個部分的大小 那個容積 就好像這張圖片一樣 你看到一個腦分開左右 其實每一個區域都可以獨立去讀 包括那個剛才很小的海馬 看我們說的那個認知障礙 最常見到那個 就是見到的萎縮的地方 它都可以獨立抽出來看 那這張圖片給大家看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其實不同區域 隨著那個年紀 我們都會萎縮 都會萎縮 只不過有病的人 有這個 譬如阿滋海蜜市症 某些位置萎縮的速度 是會比起沒有病的人快一點 好了 就算當是一個很有經驗的專方醫生也好 其實有些時候 我們憑肉眼 要判斷究竟 那是一個正常的退化引致的萎縮 還是因為病變引致的萎縮 其實是有一個難度的 現在這套系統的好處就是 它結合了一些很大量的數據 我們知道一個正常人的萎縮是怎樣 我們知道一些病人的萎縮是怎樣 然後我們做完這個立體素描之後 我們將我們得到的資料 這個病人資料 去比對這個大數據 看看究竟那個萎縮是正常的萎縮 或者是超過了應該要有正常的情況 是真正的退化 同時呢 它其實也可以看到 剛才提到的小血管的問題 究竟那個情況有多少 然後會給予我們兩個指標 告訴我們 它有阿茲海蜜市症的風險 或者那個滑然率其實是有多高 還有那些小血管病的程度去到哪裏 就並不只是小、中度或者嚴重 而是給大家一個實際的數字 那用個案就最好的 拿來分析給大家看看究竟 怎樣去理解 例如這個伯伯呢 你見到85歲了 很有趣的是這個 為什麼會帶他來看呢 女兒帶他來看呢 就是因為女兒 發覺有一個多星期 連絡不到他的家人 原來上到家的時候 發覺伯伯的太太已經過世了 後來證明他已經過世了 整個星期了 但是伯伯就陪著遺體 沒有什麼事情做 但是他又自己懂得肚餓 下街買菜 下街買飯 買飯盒 以前呢 一直都是婆婆照顧他所有的事情 好了 處理完身後事之後 就接了他回家 但是發覺他怎樣呢 記性又很差 而且他人很冷漠 很沒有反應 那究竟呢 這時候他帶他來看的時候 就是想看看 究竟是否他真的 因為聽得大家 那些意識高了 想想一下究竟是 認知障害症 還是因為剛剛太太過世了 傷心得太 所以是一些很重要的 抑鬱 一些哀傷 令到人的反應那麼差 令到那個記性很差 因為我們知道有時候 大家可能都會 就是你不開心的時候 你的記性都會比較差 那這裏呢 那個掃描呢 就會有一些東西幫到我們了 譬如他做了一個掃描呢 你看到有兩幅圖 一幅呢 就是這樣打直這樣切 我圈住那兩個地方 就是那個海馬體來的 那這個就是用一個傳統肉眼的方式去看 法國那個內裂炎那個海馬體 萎縮得都幾多 而右邊那裏呢 就是那些白質的平變 就是那些小血管病 又是看下去了 白色那樣好像很多 那於是 如果我們用一個比較傳統的方式 就是說 可能白白真的應該有一些 之前未被診斷的 認知障害症 就包括有什麼呢 有亞之海蜜視症 和這個 這個血管症的原因之障害症 那這次呢 那個3D的立體掃描 其實幫我們去有什麼作用呢 就幫我們去看清楚多一些 究竟這兩樣東西 究竟之間的關係 以及究竟之間的程度是怎樣 譬如呢 這裡有四幅圖的 其實有四個數據 你看到 在左上角那個呢 就是用一個 也是一個二維的方式去看回海馬體 我們實實在在去量度它 今次量度出來 就是小過一厘米的 一般我們小過一厘米 都是說 都是屬於嚴重的萎縮的了 然後呢 右上角呢 就剛才用那個3D的方式 去把海馬體抽出來 看容量 結果發覺容量也是小了一些的 然後 左下角 左下角呢 就直接把剛才說的 腦部的幾十個區域 每個地方 究竟那個退化的程度 跟正常人比較 去模擬這幅圖出來 你看到越多紅色橙色的地方 代表它退化得越厲害 你看到它計算出來的數 就發覺原來 它整個腦部的退化程度 是同一個標準的阿茲海脈市症 有九成七的相似 即是說 其實除了海馬體 其他的腦部 其他地方 都有相關的變化 另外 更重要的地方 就是 右下角 那就是看那些白質的病變 就是看那些小血管 剛才肉眼看 有很多白色 現在讀完出來 發覺數字很大 59.2毫升 正常人是零的 如果我們說一些比較嚴重的白質的病變 其實八至十毫升 叫做多 原來這個八百 有差不多五六倍的分量 所以結論是什麼呢 結論是我們發覺原來 它是一個很典型的阿茲海脈市症 另外加一些很嚴重的 血管性的原子障害症 於是治療方向其實完全不同 我們除了要幫忙 令到那個退化慢一點 那個阿茲海脈市症之外 那個血管的部分 我們也要加很大的力量 去幫忙 令到它不要再失那麼多血管 不要那麼差 那裡待會 霍醫生會和大家 會講得詳細很多 另一個呢 就是一個婆婆的個案 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婆婆 是年輕一點的 66歲的嬸嬸 她特別的地方 就是她本身長期 都是有一些抑鬱症 長期的意思是十幾二十年 一直都吃著一些抗抑鬱症的藥 血清素 問題是這半年裡 發覺情況好像突然間差了 不單止情緒差了 連記性都差了 那女兒覺得 會不會是因為幾個問題 第一 就好像最近她和那些姊妹 鬧了 因為那些姊妹 大家就相處不太融洽 第二 就是她女兒本身自己的家人 也有些家事 婆婆也有些擔心 所以會不會是這樣的 因為這兩個問題 影響到她的記性差了 令到她的情況差了呢 好了 懷疑她有這樣的情況 還是是這個認知障礙症 認知障礙症 即是阿知海密士症 還是因為那些胰骨厲害了 令到她有這些所謂假性的認知障礙症 這次的掃描就幫助我們兩件事 第一就是看看 究竟是否有認知障礙症的情況 發生在腦部 第二如果有的話 背後是哪一種 又是 做一個傳統的掃描 你看到圈著的一樣 左手邊 內裂頁有少少退化 不太多 不過有少少 二的意思就是代表中度 一般我們六十多歲的人來說 中度都是當有的 從以前的研究來看 右邊那邊 那些所謂白質的小腦部的病變 就看到很少的 你有印象 剛才看到 這裡是很少白色的 所以基本上就不太多 如果根據這個評估 它背後本身應該有些抑鬱症 可能它真的有機會 有個阿知海密士症 發生在它身上 令到它的記性差了 令到它有這些情況出現了 那究竟是真正是不是呢 我們一樣都是做這個 3D立體的掃描 首先第一 你看到左上角 我們一個平面的切割 看看那個獵頁 那個海馬體 發覺它完全沒有縮的 大於10mm 就是大於10毫米 剛才也說過 一般大於10毫米 其實代表很正常 那我們拿那個海馬體 拿出來驗 發覺它好像小了一點 不過又不是想像中 剛才那裡去到中度那麼嚴重 再下去左下面 你看到那幅圖 跟剛才那個對比 你看到其實紅色 橙色的地方少了很多 它計算完出來之後 它有阿知海密症的風險 或者那個發炎率 其實只有31% 我們一般來說 都是用50%來做個分解 30%其實是一些很少很少 就是機會是很小很小的 那我們再做最後 右下角看那些血管那些白質病變 你看到1.98毫 即兩毫升都不夠 那也是很少 所以從這裡看到 其實它有阿知海密症的機會 是很低的 很有機會可能它轉差 其實是因為它一些抑鬱的情況差了 有些因素引發了它出來 令它表現出來 這些好像假性的認知障礙症 那樣 我這裡就是想和大家介紹一下 這些比較新一些的方式 去幫我們的診院做得更加準確